每一次有人问我 你做摄像师多长时间了 我就开始扒着手指头数 一二三四五 今年呢刚好十五年 没想到两个手指头 就已经数不清了 时间过了还是真的挺快的 那我回想过去的这十五年里边呢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 有好的有不好的 和别人不一样 我不喜欢分享那些成功的经验 因为那些失败的经验 才是让我学到最多东西的地方 其实我经常想 如果能够回到过去 现在是我刚开始做摄影的时候 该多好 但是很显然这不太现实 我也没有办法穿越回去 来告诉我自己一定要避这些坑 但是呢屏幕前的你们 可能正在处于 那个时候的我的这种阶段 很矛盾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那么今天呢 我将分享一些曾经的失败的经验 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如果可以再选的话 我希望自己不要那么早就尝到 能拿摄影换钱的这样的一个甜头 我觉得其实挺害人的 这个尝到这个甜头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大脑当中会形成一个 就是惯性思维吧 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并且乐在其中 我们做什么事情 其实很难不去向前看 但是最好还是确实不要向前看 总之就是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就行了 我希望我那么早的时候 不要有太多这种赚钱的机会 让我尝到这种甜头 而是能够晚一点 让我真的说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拍的是什么 我的职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再给我这种机会 而不是这种一上来就尝到甜头 导致之后可能就丧失了这种选择能力了 其实活还是挺多的 可以变得很忙 只要是想的话 其实可以变得超级忙 那变得超级忙的同时呢 其实就丧失了很多自我思考的时间跟机会 那么时间长了呢 不仅是这个思考的能力逐渐退化 甚至说就是懒得思考了 我原本以为这个时代变化了 现在的年轻小伙伴们 这个思想更开放了 我在网上一刷怎么反而到觉得 好像跟以前我那个时代跟年龄 网络不发达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甚至于现在可能接活找活 要更容易更方便了 我觉得这个陷阱在现在今天 可能会比以前要那坑更大更明显 很多小伙伴可能还会故意的 自己去找约拍 然后想去赚钱接活什么的 不能说阻止大家这样去做吧 我觉得还是深重的去思考一下 不要什么事情都是只考虑到说 这个东西我能赚钱就好了 做什么事情都是考虑说 这个事情我能不能赚钱 如果能赚那我就继续去做 如果不能赚那就算了 不要让自己的大脑里边 对这种赚钱的方法呢 形成一种习惯 一种依赖 可能有一天 这个东西咱们就截不掉了 想跟自己说的第二个点呢 就是一定要了解自己 一定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擅长什么 最关键的是不喜欢什么 喜欢啊 什么都好说 不喜欢不擅长 这事可就危险了 短时间之内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的 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两年都不会发现 有什么不好 时间长了就饱说了 我看过一本杂志 就是说 做摄影师 三年到五年之间是个坎儿 很多人都撑不过第五年 确实身边有好多人 做个三五年就放弃了 我确实也是在第五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思考这个事情了 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就是有活接 有饭吃 还能剩一点钱 买点自己喜欢东西 就可以了呗 但是就是觉得哪儿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别扭 所以就一直在想 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那儿 现在回想的话 我认为就是不够了解自己 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总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自己 可能不太那么喜欢 不太擅长的事情 其实我特别害怕 人跟我说 这事我可能没什么天赋 但是我一努力肯定能行 哎 千万别 因为我知道 这个一努力啊 咱们肯定能把这个事干好 并且可能会干得特别好 但是呢 在心底 内心当中最深处 其实还是没那么喜欢 没那么擅长 没那么热爱 所以时间长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会显现出来 那最终别扭的就是自己 心里总是有个小疙瘩 总是觉得 哪有那么一点不顺 你明白吗 那种感觉 我当时五年到十年之间 就是特别特别纠结的 那我之前分享那个 我为什么用复视那一期视频 其实就是说的那样的一个阶段 从五年到十年间 我一直在不停地寻找自己 那今天现在 再让我回去去想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一开始就去做 一开始多做一些尝试 这个也拍点 那个也尝试尝试 你想我在第八年的时候 第七八年的时候 才做了那个balance的项目 实际上那个就是个测试项目 就是想知道自己 到底行不行摄影 到底能不能坚持 一直去做这件事情 结果我认为还是试出来了 真的是试出来了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说 咱们拍一次两次的 其实显现不出来什么 那如果这事 咱们能坚持个三个月 甚至一年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会 可以坚持的更长久 那如果连一年都坚持不下来 那很显然 这事咱们可能就坚持不了一辈子了 可能是因为从小的教育吧 让我做什么事情 都先想着说 一定要坚持下去 持之以恒 一定要专一 但事实上 我觉得也未必是非得要这样 如果一旦发现说自己真的不适合 或者说不是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果断地赶紧换一个 再去尝试 再去寻找 这样可以缩短之间浪费的时间吧 所以第三点呢 我想跟自己说的就是 可以接受转行 如果真的觉得不适合 那就换 没有什么 对得起自己 自己觉得最舒服 这事是最重要的 不要去有太多的道德绑架 让自己觉得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但是我确实也觉得说 还是需要冷静地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说我要去转行 你知道之前我其实都有想过说 要我去开个什么咖啡厅什么的 有段时间挺流行 开什么旅馆 开咖啡厅的 我都想过这事 或者我想 要不然我做点什么别的更挣钱的买卖 然后我就不干这个摄影了 毕竟干得那么别扭吧 但是后来呢 我又冷静地思考了一下 毕竟自己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 对这块领域其实还是熟悉的 只是说可能干的这个细节上边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不合自己的意愿 于是呢 我就尝试了行业内的转行 我就从之前拍那些商业的活 还有这些活动啊什么的 后来转到了现在拍摄的这个城市风光 不仅之前自己学到的这些专业领域方面的知识 沿用下来了 还给自己后来再做这个城市风光方面呢 打好了一个很结实的这么样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内的转行呢 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所以如果干得不顺心 先想一想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领域范围内 在这个小圈圈里边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发展 也许这块业务不行 咱们发展一下另外一块业务 毕竟行业咱们还是熟悉的嘛 所以呢第三点就是想要告诉我自己 别太固执了 转换一下思路 变换一个角度 可能会看到全新的时间 冬天的日出日落经常会给我一些惊喜 可能是因为我是冬天出生的人 所以对冬天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 在这种冷冷的空气下 能够让我更好地思考 所以我经常在年底的这个时间段 去反思自己 去想一想之前这些失败的经历 都教会我什么了 小圣的第四点呢 就是一定要职业规划 如果是想要把摄影 当成是一个职业的话 那就要有一套职业的思维去看待它 在做之前就要想好 未来到底自己想往怎样的方向发展 是打算开公司开工作室 还是自己独立去做 只有在一开始就明确了 自己的发展方向呢 在未来的每一步呢 才会知道该往哪踩 该走哪条道 不至于走着走着就跑偏了 因为这每一种方向 它的具体的发展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虽然我都尝试过了 但是还是想要对自己说 在一开始就想清楚 实际上我也是这几年 在重新思考这一切的时候 准备开始做这个频道 然后重新开始做城市风光这一块 我才开始重视这个职业思路 职业规划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事实证明在我做的这几年间 我觉得会比以前 无论开工作室 还是我自己单做的时候 实际上要更有效了 实际上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到方向 不知道自己做这事对不对 其实是来自于非常复杂的因素的 特别是自己做这事 其实有的时候挺难说的 一切都是凭感觉 至少这个报表 可以通过数字和冷静地告诉我 哪一块是做得还不错的 哪一块是有问题的 我可以从中找到改进的方案 学习这些呢 其实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毕竟每年还得报税 这个报税的这个表这个数字 砸天 其实就是来自于平时日积月累 每个月做的这个销售报表 财务的报表 这样每年在报税的时候呢 实际上变得容易很多 自己也比较的清楚 自己现在在做的这个方向 是否是对的 它是不是一个有良性的收入 具体的去分析 我该做哪方面的东西 哪方面就不怎么有营收 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做了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虽然说咱这买卖就一个人 但是呢 要啥有啥 一切都特别的规规矩矩 为将来打好基础 我感觉这么会儿就已经过了 十几家制程危机了 我这视频还能不能录下去了 在纽约录视频真的非常的挑战 噪音非常的大 很多时候其实我很害怕 大家会投诉说怎么那么吵 那也是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心理障碍 但是没办法 住在城市里嘛 非常的吵 环境很嘈杂 每一次录 都是一次很大的心理抗争啊 又来一只轮飞机 我这一句话都没说完 就这么会儿已经来三辆了 啥情况啊 哎呀 太忙了 我们这儿 有时候会想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某个阶段就好了 但是仔细想一想 没有过去的这些经历 哪来的今天的自己啊 所以还是不要回到过去傻傻的自己了 显得都有点缺心眼似的 得嘞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吧 我呢 不像别人喜欢分享那些成功的经验 我是觉得这些失败的经验 能够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也希望这些失败的经验 能够给大家提个请 做个参考 如果您想未来做一个独立的摄影师 或者是开工作室 开公司吧 或者说做别的创意产业 或者说小的这种买卖 其实我觉得道理其实是很类似的 都可以借鉴一下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见